長江特派員帶你回現場找真相 今天是中秋節 但是因為今年中秋的假期 只有今天一天 所以很多人選擇 在昨天晚上就先烤肉 但是呢 在台北市文山區 今天凌晨卻爆發了一起 當街砍殺的案件 當時一名25歲的一個高級男子 他和朋友就相約在前方的廣場烤肉 夜行大約八個人 但是到兩點多的時候 包含這名高級男子在內 總共四個人想說 時間比較晚了 想先回家休息 不過在回家路上 這名高級男子落單了 當他行進這一條 指南路一段的時候 卻突然有一輛車停下來 靠在他旁邊 但是一下車四名二煞 手上拿著什麼 拿著長長的西瓜刀 甚至呢 還有人持槍械 一下車就是對他一陣猛砍 而當時這名高級男子 被砍沒辦法還擊 所以趕快從路邊 拿起了一支掃把 當作防身的武器 然後沿著骑樓 不斷的奔跑 不斷的喊救命 但是到了現在 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 當時甚至還有人呢 是持槍 對他開了一槍 而警方在調查過程當中 說這把槍是信號槍 不過透過監視器畫面來看 這把槍很像是網槍 如果說是網槍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這四名二煞 不是只有要當場 對他造成傷害而已 甚至有可能想用網槍 把他抓走 直接掘人上車 載到其他地方來繼續淋裂 或者是更嚴重的一個刑事犯罪 既然到底狀況怎麼樣 警方都還要進一步追查 而當時這名高新男子 在這邊被砍 被槍擊之後呢 他來到這裡看到什麼 看到對面有一家超商 因為到了晚上這麼晚的時間 還有什麼還開著就是超商 所以高新男子不斷的繼續往前跑 往前跑 一直來到超商這裡頭的時候呢 這四名二煞 他還不放棄 因為這個高新男子進到超商求救之後呢 這四名二煞現在還追了進去 對著倒在地上的他持續的來砍殺 而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這至少吧 就是當時今天凌晨 高新男子拿來防身的武器 現在都還遺留在現場 而這四名二煞 直到店員打電話報警之後呢 才趕快匆匆的跑了出來 搭車離開 但是警方到現在 都還沒有掌握到對象 而這名二十五歲的高新男子 他受傷很嚴重 包含哪裡 包含上頭部 包含手部 包含背部 還有腳部 都有很嚴重的一些刀傷 送往萬方醫院 急救的時候呢 一度命危 但是索性最後被救了回來 但是誇張的是 現在我站的這個案發的地點 距離轄區的派出所 一公里不到 只有八百公尺 但是事發到現在 警方沒有找到人 另外在案發當時 第一時間派出所還說 不知道這件事情 沒有這件事情 那現在呢 文教區 原本被視為寧靜的文教區呢 現在發生了 暗夜當街砍殺的案件 也讓民眾痛逼 現在文山區的肢癌 難道真的亮起紅燈了嗎 再把時間交換給蓬勒 再把時間交換給蓬勒